丛陵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座皇帝陵 长达两千多年的灵亲史 就此画上了句号 丛陵地宫一共葬着两个人 光绪皇帝和孝定皇后 丛陵从营建到结束 一共花了五百五十万两白银 五百五十万两白银什么概念呢 举一个例子 李鸿章在经营北洋水师的时候 很多从英国或者德国购买的军舰 一艘还不到一百万两白银 可见一百万两白银的购买力 还是相当不错的 你认为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呢 这个就是寥炉 也叫神伯炉 也叫焚伯炉 通体是琉璃件构成的 大家看一下 外边贴着一层琉璃 然后这个问题在哪呢 就是这里边烧的是神伯 包括柱板的一些祭祀用的东西 那烟从哪出呢 你看后边来了 烟在后边 上面并没有冒烟的地方 烟在这个位置出 看到没有 有两个孔 你看上面是 岩石河风没有烟通 再底下去 哎呦我的妈 哎呦我的妈 这是方程明楼 明楼内啊 正宗立一桶石碑 因碑森呢 四面涂上朱砂 所以也叫朱砂碑 阳面刻着 德宗景皇帝之灵 方程背面为雅巴院 雅巴院北墙为月牙城 正中间建琉璃影壁一座 地宫的入口就在琉璃影壁的正下方 丛林的宝顶为长条状 宝顶为三河土夯实 三河土顾名思义三种材料 石灰 粘土和稀沙 知识带来了啊 这三种山河土 最大的特点就是耐水信号 所以这种漏袋外的宝顶啊 用山河土再合适不过 丛林的地宫 什么时候被盗的呢 还剩下什么文物呢 1938年 一伙不明番号的武装分子 盗掘了丛林地宫 他们对地宫的构造十分熟悉 从雅巴院内的琉璃影壁下 掘入 从门缝扒开自来石 毫不费力地进入地宫的核心部位 金炫 匪徒们将光绪皇帝的棺果后尾部 凿开一个大洞 将光绪的尸体从棺内拖出 掠走了棺内的隧藏品 又将孝定皇后的外国毁坏 将棺杆打开 盗走了棺内的藏堡 这就是光绪丛林地宫的与众不同啊 第二道石门的左右两扇门的菩萨 有胡须 大家看一下 是南相 经国家文物主管部门批准 1980年6月15日 清晰陵文物管理处对丛林地宫进行保护性的清理 在清理时发现光绪皇帝的左手还握着一对催环 孝定皇后的左手无名纸上还戴着一件金刚石的戒指 尽管这伙盗墓贼盗墓比较内行 但是对皇家制度还是不太了解 他们不知道金井内还放有镇墓宝物 因此 金井内二十多件隧藏品 幸免被盗 安然无恙的 全部保留了下来 请不吝点赞